台股近期沿著五日均線上攻 這金融族群也是穩步上漲 金控股的市值更是出現了洗牌 其中元大金就因為獲利亮眼 股價表現相當強勢 市值是突破了3300億 晉升了金控前五大 台股指數接連創高 金控股的市值排行也出現洗牌 元大金的總市值就突破3300億 順利擠下玉山金晉升金控第五大 觀察近一年金控股股價漲幅 富邦金飆漲72%冠居第一 元大金則飆漲超過五成位居第二 其他像是開發金 國票金 日盛金 國泰金 漲幅也都超過三成 元大金他之所以表現相對的強勢 最主要的是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元大金他自己本身 是以證券業為主要的業務的發展 那麼從去年三月份 一直到目前為止我們都可以看到 就是台灣的股市是蓬勃的發展 股價表現強勢反映出基本面的亮眼 像是金控雙雄 富邦金 國泰金 前五月獲利年增率分別高達1.18倍和1.35倍 元大金也達85% 就是因為最主要的證券經濟業務 持續受惠股市交易熱絡 帶來手續費收益 不管是紓困或者是這個貸款 對中小企業貸款的這一些操作 那其實對銀行業來講 它是承擔著比較大的風險的 那可是像是元大金來講的話 因為它這一塊對它銀行業來講 營收既然佔得不重 比重不是這麼大的話 所以它有可能承擔的損失 也會比較小一些 專家認為台灣今年經濟成長率 預估在4%-5% 整體金融股下半年 有機會穩健成長 東森財經新聞葉子晶 楊超淳台北報導